还没有开出来就已经有16个问题了 在slido上面表示大家事先都已经有收到这个网址 那如果还没有收到的朋友的话呢 现在可以去输入这个slido.com1109 就今天日期 或者是扫现在我画面上面的这个QR Code 那这个QR Code 那在这个QR Code跟slido1109是同一个地方 之后你就可以为彼此的问题按赞 这个跟我们GoogleMe留言不一样的是 按赞的数量越高的 它越会跑到这个荧幕的上面 那这样我就知道说在场100位朋友 大概有多少位对某个主题有兴趣 那我就会花比较多一点时间来探讨这个主题 那如果随时你想要问新的问题 你也可以直接留言在slido上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打字比较不方便 或者比较喜欢有讲的 或想要追问的话 那我们知道GoogleMe上面有举手的这个功能 你可以按个举手 然后我想主持人就会cue你 就可以直接的用线上的方式 用语音来对谈这样子 好 那如果大家都已经进入这个slido系统 我们是不是就不特别在等大家投票 我看到已经有开始有期票 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城乡的差距有没有办法消除 所谓消除的意思 我不确定这个意思是说 把就是乡下跟城市都市弄成一样 还是把都市都跟乡下弄成一样 我觉得要彻底的消除的话 那必定是说要让各种不同的生活经验都有被体验到的可能性 不然就会有一边被消除的那种感觉 那我想我们能够注重的是机会的平等 就是确保说不管是宽贫的网路 受教育学习的权利或者是健康的权利等等 不因为你在哪里而有改变 那这个我们用了很多 比方说像5G的这个建设 我们就用5G频谱的那个竞标的钱 多出来的那个部分 去确保说在偏乡那些刚刚讲到的学习啊 医疗啊 照护啊等等的应用上面 反而是先享受到5G的 因为在城市这比较有一点锦上添花 但是在偏乡则是比较学中送炭哦 那但是我想那个生活环境 有的时候才是大家想要体验的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也很鼓励 所谓的shared reality 共享现实 就是每个人他可以在他的大学的USR计划 或甚至高中的时候 就去投入地方的文史工作的建党 国家文化记忆库啊模型库啊等等的建党 这样子的话 你人不管在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体验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的生活的周遭 那这样子大家以后面对面 见面的时候 一下子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共同的经验可以去想 也更容易达到我们地方创生 现在所谓的二地居 就是你可以两个以上的地方 都觉得是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家的情况 那中间不管是用网路 还是用马路串起来 我觉得有多元的生活的环境 那让每个人都可以同时有城市 又有乡村的这样的生活经验 我觉得是比较值得我们努力的方向 但是不是说完全把它变成生活环境一模一样 可能不是这个方向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现在要怎么样子跟疫情来共处 以台湾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打疫苗 那我们今天才刚看到第14轮的疫苗 基本上18岁以上 现在是三种四种主要的疫苗 大概都可以选择 所以如果还没有打的话 赶快打 那如果已经打第一剂的话 现在应该多少可以提早打第二剂 那等到我们75%的人 都有打至少一剂的疫苗 现在应该 我们现在讲话这一刻 就刚好到75% 然后在年底之前 希望第二剂也能够追上60%以上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智慧中心已经说了说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再来检讨 我们的边境上面的控管的一些做法 那在此之前 我想现在我们在国内是相当安全的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与疫情共处 比较多的是去适应全世界 其他地方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被数为转型 他们已经很习惯远去工作 远去教学 那谈生意啊 开会议啊什么 大概很多都是透过线上的方法 来办理 包含我们今天用的Google Meet 或者是互动性更高的 像Gather Town 或者是3D的 这个VR AR等等的这种情况 在国外现在都是比疫情前要普及非常多了 那也是让各位同学在找工作的时候 也不一定只考虑台湾这边的工作 以前你要去国外工作 那个手续很麻烦 但是现在几乎我们这一些 像我是写程式 设计类等等创意性质的工作 大概都已经没有地理的限制 只有时区的限制 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更多一点投入 在网路上面这种共创的环境 然后找到 这个不因为 一定要看所有人在同个办公室 工作的那种团队 那种组织体事业或者公司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一方面 就是在台湾 还是跟亲朋好友相处的很融洽 但是二方面 你的工作的 或者是你学习的队友们 就不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 我觉得这个是跟疫情后的常态共处 大家都要学习的部分 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一大早现在六点多起来 都是跟南美或北美的朋友 那或者像最近才要来台湾 欧洲议会的朋友 欧洲非洲的朋友 我就会是在傍晚六七点的时候 跟他们相处 所以几乎每天都好像 时区旅行这样子 那这个是世界各地 其他人跟疫情共处 已经完成的一个数位转型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因为宽平这不是问题嘛 任何时候四九九吃到饱嘛 所以更应该多多善用 这一方面数位的 共产的工具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自学的时候 要怎么样子坚持下去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如果你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而这个题目又有公共的价值 好比像说 如果你关心怎么样减缓气候的暖化 怎么样子阻止 二氧化碳 甲烷或其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那其实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 都在想这件事情 这个是17项永续发展目标之一 那任何其他的永续发展目标 总共169个细项 都是全世界非常多人 一面在想 一面在实践的 所以如果你自学的题目有扣合这些目标的话 那你就不是自己一个人要承担这个 全部未知转成已知研究的这个重担 也不是一个人要完成全部的实践 而是你今天想到做到哪些 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听你分享 你只要找到那个hashtag SDG13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说 如果你今天就不是很想学特定的东西 你只是想要知道别人做出了什么 那你也有很多的社群可以去参考 也就是说找到一个大家都正在贡献的一个题目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靠个人的意志力来坚持 因为所有想要我们就是后代的子孙 不要就是被我们透支嘛 环境或社会 而是让我们能够存款进去 就是所谓的永续了 往后代存款的这些社群 每一个都也正在共同学习这件事情 所以具体的建议就是 挑一个有公共利益 最好扣合永续发展目标的学习目标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在社群当中 重做中学 我自己呢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挑的题目是 促进跨部门的伙伴关系 怎么样确保用开放式的创新 在网络上面 透过像slido或google meet 这样子的系统 确保说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 他可以一下子就形成出 共同的一些想法 共同的一些认识 好比像说透过按赞的方式 那这个呢 当时可能网络社会学啊 或者是这些互动设计啊 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学门 当时才1996年 那所以呢 我就必须要处类旁通的去接触 很多不同领域 很多不同社群的朋友 来完成我这个自觉的好奇心 但是因为这个题目非常具有公共利益啊 大家都不希望在网络上面 这个一言不合就节有嘛 这个专门打脸都不打书嘛 等等 所以在做这些空间的时候 那所有的这些组织 所有的这些社群 很愿意帮我付学费 也就是付钱给我 让我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来试做这方面的系统 当然到现在 我的薪水是大家的纳税钱付的 但是我还是在做同一个研究 还是在做类似的这些自学的探索 就是去想出 有哪一些我们的公共建设 放在数位上面的时候 可以比现有的其他私部门的 像脸书这样子的地方 更能够促成大家凝聚出共同的行动 或共同的价值 所以是大家一起坚持下去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下去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子有效利用社群媒体 来进行广告 政策 以及活动 这些的传播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 就是二次创造 或者说二创 在二创里面呢 每一个人自己都可以再想出 更有梗的方法 去把一个看起来比较平平无奇的讯息 然后把它所谓的迷音化 就是增加它的传播的速度 所以我自己呢 都是把我自己的肖像权 我的著作权 全部都抛弃掉 意思就是说 你随便拿我的哪一个照片 跑去合成 说唐凤过台湾脑坡庚田 什么之类的 那是客委会好像 或者日本的一些饶舌歌手 把我的访谈的语音 变成了什么Civil Rap Song 一首饶舌歌曲 那这些都没有问过我 可是呢 传播力呢都蛮强的 意思就是说 这些活动 就因为这些二创的人 他可能 我的原创没有去设定什么 他们自己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原创也不要收这个授权费 也不会告他们说什么 半圈所有翻译并秀 所以呢 大家都很容易的 就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去进一步 退破助澜 来宣传这些政策和活动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把自己的产出 当成是素材 然后不要去阻止 其他人做二次的创作 那在任何人的 就是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受众的 就是关切之下 那像我们在防疫过程里面 那只可爱的柴犬总裁 那就被翻成了可能实际国的语文 那他的总裁很多让人耳熟能详的这些梗 那也都翻成了很多的不同的语言 在其他的甚至境外 跟我们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防疫处境的国家 也都大受启发 然后都用这种可爱的柴犬的方式来进行说明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是开放式的创新 那在二创的退破助澜之下 很多时候他能够碰到的地方 就比我们本来的那个讯息 他的儿子 他的传播率可能会更高 那大概就是所有的病毒式的传染 就是加上很多希腊字母那种感觉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对于初创的业者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就像刚刚讲到的 在疫情过程里面 大家都被数位转型 意思就是说 大家花在线上的时间变多了 大家本来那些觉得 线上视讯很不容易使用的这些朋友 那在这两年来 你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使用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当你想要集思广益 就是对你的产品或服务有想法的人 你办一个线上的说明研讨会 或者是透过像slido这样的方法 及时收集大家的问题 透过群众外包 大家一起想一些事情可以一起做 透过群众募资去找到 关心你的投资人等等 那这些呢 在以前可能你都要先从实体活动出发 但是现在因为大家生活的时间 放在网络上时间比重占比变多了 所以你甚至可以是 完全先从数位的世界出发 然后已经凝聚出一些共同的想法或价值之后 然后再去实体的世界 那这样的好处当然是数位世界 尝试错误是比较没有成本的 所以大家也更愿意就是提供 就是几分钟的善心 帮你填个问卷 帮你去写一些对你的产品的想象 帮你去在群众募资上面 甚至你可以卖 参与你的创作过程 这个也是可以卖的 那大家对于定期定额 其他新的集资的模式 甚至是NFT 平方融资等等 现在也慢慢接受度越来越高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善用这些 在网络网络上面共创的这些平台 为你掀齐的这些服务跟产品 在你砸下重本 去实际制造或者是实际投产之前 那就先运用这些方式 先把这些雏形 跟你的early adopter 就是一开始关心你的这些朋友 一起去结合起来 那同样的 如果你的产品或服务 有你的公共利益 有它的公益目的 能够扣合 能够发展目标的话 那你不需要等上市上柜 再去写你的GRI有序报告 ESG报告 那现在呢 也有社会创新的登陆平台 那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就好像把自己当上市公司一样 先把你的社会使命 你愿意负起怎么样子的责任 先把它PO出来 那接下来呢 愿意为了你的这些公共利益 而选择你的产品或服务的朋友 就可以再好比像说 有责商行 社创良品等等的这些方式 更多一种认识你想要尽责任的方法 而且这样子所谓三重底线 就是创业时候 同时去顾经济的 社会的 还有环境的收益 好处就是你很难三个都失败 任何一个主轴 你只要确认了 那当你轴转的时候 你的投资人就会说 对确实之前的那一个提案 可能没有完全回收 但是他已经可以证明达成了 多少社会或环境的利益 所以还是值得投资的 没有真正意义上 写本无归 所以他们还会愿意再继续资助你 再做下一个轴转 所以我觉得认清你的二重或三重底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当外国媒体的文化 大量输出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需要做一些什么 来保护台湾的传统文化 不过我想文化是彼此激荡 彼此创发 不一定只是保护而已 我们当然在刚刚讲到的 文化记忆库 模型库 国家语言的资料库 很多口传 历史 非物质遗产等等 文化部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是去把这些传统文化 去结合最新的 大家关注的这些媒材 然后给它重新诠释 我举例 好比像说 像台湾跟日本 一起导的一个歌仔戏 它就是所谓的阿婆兰 快要在魏武营去演出的 它就是结合了机器人 以及把整个布景 场景 歌仔戏里面的布景 把它数位化 然后透过跨时区 共同导演这样子的方式 去确保说 不是只是演那样一场 而是说它会整个 把它的数位分身记录下来 在这个之前呢 也有过一些演唱会 也是台湾的就是很多大家 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手啊 演奏者 包含声响啊 或者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 乐团 那同样的也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建模起来 然后再用点云的技术 所以你不需要实际来台湾 你人在日本人在任何地方 只要上台湾NOW的这个网站 都可以及时的好像跟他们身处同一个共享的实境 然后直接就是绕着他们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正在宰歌宰我这样子的状态 那也可以及时的跟线上一起来看的人 有一种好像我们在同一个虚拟的音乐厅 或者同一个放映室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些当然都还是台湾传统文化 只是它就让新一波做这些新的数位美材的这些创作者 不但有源源不绝的素材 而且也可以把它再去触类旁通 去用一种跨文化的方式 去跟世界上其他的文化互相切磋 互相激荡啊 所以我觉得大量输出它可以是启发我们 有一些新的美材可以使用 它不一定是直接带过去变成所谓的优势文化 只要我们这边的素材是开放的 任何创作者都可以混搭都可以使用 那我觉得这样子激荡出来的文化 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让新一代的朋友 也都关心传统文化 不管是用动画漫画 刚刚讲到的虚拟共享现实等等的这些方法 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对于台湾地方创生 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觉得地方创生 它最主要的就是要让年轻朋友 就像刚刚讲到的 不是只关心特定的学门 只关心特定的技术 而是关心那样子的学问 那样子的技术 怎么样子在某个地方 它可以是你本来的故乡 它可以是你新的故乡 二地居都很好 就是关心那个地方 怎么样子运用你的所学 能够让那个地方变得更有意思 那吸引大家到那个地方 关注那个地方 人不一定都要全部在那边 但是至少对那个地方 怎么样为世界所认识 那可以有很多的提案 那这些提案呢 也可以进一步的去带动 那个地方的活络 包含说长辈在那边 也有一些事情做 那小孩在那边 在学习的时候 也可以结合一些更有意思的 当地有特色的资源等等 那这些都是所谓跨世代 亲银共创的这些活动 所以我觉得未来地方创生 最重要的还是青年愿意 在那边聚集起来 然后就像刚刚说的 用一种亲银共创的方式 让长辈觉得有所传承 但是青年是类似一个大使 特别是数位世界大使的这个角色 而不是说好像一开始 都只能去当地的协会 帮忙这个做账目啊 什么之类的 而是带自己的创意 自己的发展的方向过去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全台湾的一个 互相支援的社群就很重要 所以因为我的理解 包含国发会或者青年署等等 现在对于地方创生 都是着重在去在地的支援的社群 跟在全台湾做类似事情的朋友 大家不一定要单打独斗 而是可以彼此学习的这些方式 那都有相当多的经费 那如果你提出来这个提案 我们在中央政府觉得说 比我们部会本来的提案的方法 要来得好的话 那就你行你来嘛 你们就跟在地的驱公所 可以一起去想说 我们从中央怎么样子去运用中央的资源 但是是放在地方 大家经过讨论之后 已经有的共识的这些提案方向 所以这个未来的发展 我想并不是在我的手上 它是为了突破 传统上面每次编预算的时候 每年只能改一次方向 希望在地的青年朋友 随时随地都可以想出新的方向 然后呢取得这个必须要的资源 然后在地开始boostrap出一种新的 就是结合参观学员社的创生的提案 跟做法 那我们在中央政府大概就是确保 不要挡大家的路 然后确保每个部会 能够跨部会的各自 能够认领大家所需要帮忙的部分 然后呢就拨相应的政策的资源下去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低质量的短的影音的崛起 影响孩童学龄之前的媒体的试读 这该怎么改善呢 那我一向都觉得说 只要小孩自己愿意开始制作影音 开始制作新闻 开始制作资料 开始制作各种各样子的媒体 那这样子的话 当他制作的过程 他就会开始自动取得试读的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 就像刚刚讲到的 每一个人二创 几乎都没有任何编辑成本 所以这跟传统上面广播或者是电视 大部分人都只能看 只能收听 只有极少部分人可以制作的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会建议说 大家教自己的小孩 或者是晚辈 就是这些都是素材 但是不是你花那么多力气 只是纯粹去看它 你也要自己去制作 那制作的时候呢 当然短影音 他可能一下子可以争取很多人的注意 但是呢 如果你要把一个故事讲清楚 或者是经过更多的互动 那你可以教导他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平衡报导 去你这边讲了一个故事 那别人听到这个故事后 他的想法 他自己那个角度的现实 是什么呢 你可以带着他去采访啊等等 那所以这样子 他可能年纪很小 可能才八岁九岁等等 但是一下子就可以了解到说 原来这个相框外面 是被就是丢掉的 没有截取到 所谓的framing 那在这个相框里面 那他是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确保那个阅厅的人 可以更完整的知道 你眼中看起来的世界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重点是 自己是在手机的这个镜头的后面 是一个拍摄者 或者自拍了 那但是不是完全只是在画手机而已 我觉得越早进入媒体的直播 那就越不会受到这样子 好像纯粹只是华中取宠 或者是一些比较sensational的这些媒体 所影响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可不可以谈谈对metaverse 元宇宙的看法 以及政府是不是有相关政策来跟进呢 是就像刚才讲的 我们对于基础的平宽 宽平作为人权 我们对于在元宇宙里面创作的素材 就是刚刚讲到那些模型资料固点云等等 它后面的技术 它的算力在国防中心 怎么样确保 就是每个人可以同时兼顾资安跟隐私 然后是在我们这样及时沟通的时候 是不需要去把资料的控制权让渡 给某个第三方 而是每个人在自己信得过的运算的地方 可以去进行运算 所谓的web3.0等等 那这些都有相当多的政策去支援 也就是说对我来讲 元宇宙如果只是单一的这个一元宇宙 那就是变成每个人都进入 祖克宝的宇宙 这个简称 不要简称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都进入 那个Meta的宇宙的话 那我们如果它的安排 就是社会的安排 完全是由单一的价值所决定 那我们又回到说 那我们只是注意力被广告吸引 被冲动购买吸引 被愤怒所吸引等等 那它最后就不是align to us 不是为了我们最佳的利益而行动 它就是为了有点像是你踏入这个某个 就是夜生活娱乐城 拉斯维加斯什么 那大概是为了就是庄家的这个现实所安排 那但其实我们在尸体世界里面 去堵城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 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 我们在自己的社区里面 跟社区的朋友讨论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让社区的环境变得更好 让我们跟我们的一起上学的同学 跟我们的老师等等 如果有看不顺眼的地方 也是大家一起经过讨论之后 然后去重塑那个现实 那所以在多元宇宙 所谓的Multiverse里面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是大家都进入同一个世界 让那边的社会常规 好像占领全世界 而是每一个世界 有不同的社会常规的时候 可以因地制宜 用相同的这些建筑材料 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加一个网站一样 然后透过这样子分散式的方式 去让在地的人觉得重要的事情 刚刚讲到这些文化的传承 这些传统的艺术文史工作等等 进入这样子一个多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想我们的政策还是相同的 就是确保大家都可以有数位的素养 那在这些不管是所需要的频宽 或者是刚刚讲到这些模型等等 建模算力等等 我们都尽量让大家创新 尽量没有后顾之忧 尽量没有任何就是创新的阻碍 但是我们不会说 我们就是绑定任何特定 国际的厂商的系统 然后好像大家非得进去那边不可 事实上每个人自己看不顺眼 任何一个部分 应该都要可以自己去改 像我们在政府推行 用Liberal Office也相当久了 那我自己之前有新的自行 像几年前那个思源自行 刚刚出来的时候 他在印表上面的支援 他在简报模式上面的支援等等 那就是我用了也觉得不顺手 我就自己去改 然后就可以直接改 我们实际使用的方式 变成比较适合我们的习惯 也不会当机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是绑定 特定的厂商的系统的话 那我就要等他愿意改 才能够改 因为那个原始码不在我的手上 所以开放原始码 开放资料 开放API等等 开放式的创新 我觉得是确保 原宇宙能够持续 是多元的宇宙 而不是更加变成单一的 一元的宇宙 的最主要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们会继续 用我们的 不管前瞻技术建设 还是科技跟弓箭预算 来确保大家可以继续 使用开放的方式 来构建多元的宇宙 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有没有机会 透过跨性别 免患症 来达到性别平权 我想免患症 是就是不患症的意思 那好 那我想想免患症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大家的身份证件上面 都可能没有显示出来的 性别栏吗 这样子你跨性别的时候 才真正意义上免患症 对不对 事实上是可以这样子做 没有错 那我们在身份证件的规划上面 其实性别并不是一个 必定要印出来的一个栏位 所以等到接下来 假设我们下一代 新的身份证的专法通过之后 那不管你选择 没有晶片的 就是纯粹卡片的版本 或者有晶片的版本 那不会因为你的选择 而影响上面性别栏位的显示 以我的理解 在经过跟大家讨论之后 性别栏位在未来身份证上面 并不是一个必要 印出来的一个栏位 那所以这样子 应该就可以达到 所谓免患症的这个目的 就可以达到性别平权 那当然大家也会说 那你看就是身份证字号 是不是也可以猜出来呢 那这个我想就也需要在专法的过程里面 进行讨论 我们也理解到现在在美国 好比证书有发X这样子的护照 那至于说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份证编码里面 我们就把第二码的零留给 就是不愿意在身份证去揭露 它是怎么样子的二元性别的朋友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可以考虑的 那当然如果还是觉得想要揭露这个第二码是一或者二等等的话 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说 你都不能揭露 也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确保说每个人不管他是自我认同 或者是他觉得是非二元性别等等 那都有一些方式可以真正达到免患症的这个目的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 那在我们新的身份证的讨论过程当中 也一直都收到这方面的意见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政委可以提到 好好睡饱就是最棒的学习方式之一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一天睡满八小时的话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你如果一天真的没有办法 甚至加在一起连午觉什么 都没有办法睡饱八小时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是至少至少两天要睡满十六小时 那不是开玩笑 完全不是开玩笑 因为睡眠债是很像高利贷的东西 就你如果两天加起来都睡不饱的话 那你到第三天第四天要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两天睡不饱 两天是还不完的 可能要三四天才还得完 你一个礼拜睡不饱 可能要两个礼拜才还得完 那这样子的话 你在那两个礼拜里面的学习状态 绝对都受影响 所以如果确实需要熬夜 或像我夜游的时候 必须要一大早甚至半夜 爬起来开国际会议的话 那如果当天补税又不可能的话 我一定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 就会连本带利的还清 这样两天加起来还是要睡到十六个小时 那这个是non-negotiable 就是不可以商量的 那如果我的秘书或者同仁 或者其他的我们住处的大使外交部 帮我排了这样子的行程的话 那我隔天甚至我就直接请休假 那这样子的情况当然就没有人能够帮我排什么行程了 那这方面我是真的是很看重 那确实就是因为连本带利的这个还市 真的是越早还越好 这个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刚才郑伟有提到二创 但是二创跟制裁权的侵犯要怎么样界定 之前有YouTuber把影片浓缩剪接 有被告侵犯智慧财产权权 但是当事人主张是二创 这样子二创素材的取得是不是也要斟酌呢 当然是这样子 我刚刚特别已经讲说 包含我这次的录影 我是抛弃掉著作财产权 而且我的样子肖像 也是抛弃肖像权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用 或甚至我刚刚讲的话 你说是你自己讲的 我绝对不来告你 那这样子的情况 才是鼓励二创 鼓励二次创作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 他当事人认为 那个不是二创 而是他应该是主张是合理使用 就是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面的 取得了授权 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重新创作的部分 是合乎比例的 是为了不是盈利的目的的 对于他本来的一创 原创的经济收益 是没有负面影响的等等 他要付相当多举证的这些责任 那是很麻烦的 你这个时间不如花在创作上 所以我具体建议就是多了解 关于CC授权 Creative Commerce的用法 然后呢在网路上面找 CC授权的素材 那这样因为它是公众授权 就是你不需要特别联络作者 你就已经取得授权了 所以这样子你自然也不需要去 主张什么合理使用 因为它本来就是合理使用 那如果你现在看到的是 政府的著作物 那竟然它还没有使用 包含我们的开放资料授权在内的 CC授权的话 那就希望不利于让我们知道 不管是透过data.gov.tw 还是其他的平台 那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去看说 如果我们是著作权人 那我们就赶快换成CC授权 让你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公部门不是著作权人 公部门只是 就是在网路上面去展示 真正的著作权人令有其人的话 像当时我做蒙典的时候 真正的著作权人是包含 李显老师在内的一些 实际做我们重编国语字典的老师 那当然这个教育部就没有办法 立刻答应说 要采用这个授权 但是教育部也帮忙去联络这些老师 最后还是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有CC授权 虽然隔了一年左右 那到现在包含台语点 也是CC授权 那客语点从今年开始 也是CC授权 所以虽然花了蛮久的时间了 才能够逐项取得CC授权 但这个在我们全台湾的公部门 都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他如果不采用开放授权的话 反而是要写一个报告说 为什么就是阻止公益的应用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多拿公部门的资源 反正你都缴了税嘛 那如果是CC授权 就直接使用 那如果还不是CC授权的话 那就透过Data平台 或其他的方式 让我们知道 那著作权就算是别人 我们也愿意帮你去争取 这样子的二创的素材的授权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九位朋友想要问说 要怎么样跟我一样聪明 以及怎么样子增加智商 我觉得就是要税够 那这是最重要的 没有其他的 那在税够之后 那我建议就是尽量把你的时间 花在你真正感兴趣 而且其他人对其他人有好处的事情上 有公共利益的事情上 前者是因为内在的动机 比外在的动机要来的长久 后者是因为如果别人也感兴趣 对别人也有好处的话 那你自己比较不需要承担全部的资源跟投资 你可以很容易的透过众志成城 这个集资等等的方法 来达到你的学习的目的 那如果对大家有公共利益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你在取得这些素材的过程里面 你也不用去问的 因为大家大概都是已经用共创的方式 来分享这些材料 这些教程 这些素材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你一个人的智商 你是建立在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众的众人的智慧 集体智慧的这个立场上面 其实我觉得个人的处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那如果看起来好像我发明了很多东西 有很多很好的主意的话 其实我每次都会说 其实不是这样子 就是口罩地图是台南的两位这个朋友 发明的吴展伟跟江明宗 那我们简讯实验制 TR code 是在G0V Slack频道上 两位诚信网友发明的 那我们所有的其实在疫情期间 看起来好像很棒的这些点子 其实都不是我自己的主意 并不是我智商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而是因为我们有刚刚所讲到的 这些公民科技的社群 G0V的 Slack频道等等 大家整天都在上面去分享 包含自己做的以及国外做的各种各样的做法 从口罩到疫苗到contact tracing到实验制 都是如此 所以是这整个社群的即时互动有智慧 而不是某一个里面的特定的个人有智慧 所以你睡饱了之后 当然就没有玻璃心的问题 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一个比你本来想的更好想法 你就完全放下面子问题 你就说 对啊 太棒了 你行你来 那不如就用你的方法吧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真正的站在集体智慧的这个方面 然后一起来进行创新 所以不是个人的智商 而是集体的智商 当然在这个中间去善用 我们这些亲社会 Pro Social的这些社群媒体 包含刚刚讲到Slack 我们现在的Google Meet Gater Town Slido Police 等等 这些也是非常的重要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在现代 我们的资讯量当然是爆炸 这样子的情况下 要让乐听人自发的去排除 所谓的有恶意的 虚假的 而且造成危害的 这些假讯息 或者是有意识的去确认讯息来源 请问有怎么样子的建议 这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说 在以前我们收到email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子去 面对垃圾邮件 或者是诈骗邮件 我还记得在2000年出头的时候 比尔盖茨甚至都说过说 因为email寄一封信不用成本 所以呢 每个人收到诈骗邮件 垃圾邮件的量那么大 他建议email应该要贴邮票 就是说应该付钱才能寄 那不然的话呢 很快email就会垮台 不过呢 现在我们发现 email还是不用付钱就可以寄 但是也没有垮台啊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多朋友 愿意在收到垃圾诈骗邮件的时候 按一个键去回报为垃圾诈骗邮件 这不只是把那封信 从你的收件夹移到垃圾邮件夹 而且呢 只要足够多人 对于同样的消息来源 去进行了回报 那么自然就有去溯源查证的国际组织 好比像说spamhouse 去给这个来源的这封信的内容打分数 那这样子的话 同一个来源 再寄这封信给别人的时候 他预设就是跑到垃圾邮件 在新时代的这个不是email的收件夹里面 好比像说在line里面 也有非常类似的东西啊 你长按就可以去举发垃圾诈骗邮件 甚至你也可以安装趋势科技的防诈打人 或者是whusco或者是真的假的 的这个G0V的社群的专案 这些都可以及时的让你不但能够再收到 看起来像是垃圾诈骗讯息 其实所谓的假讯息危害 就是分享程度特别高的诈骗讯息 里面有一些有害的垃圾的内容嘛 那所以就是我们本来是怎么样子防诈骗的 防垃圾邮件的 我们就继续怎么样子防 多参与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社群 包括像Michael Penn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等等 都有很多你可以贡献的地方 那只要你一贡献 你就像刚刚讲到站到了摄影机的后面 而不是只看摄影机拍出来的影片 那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开始在脑里面 有一个新闻记者的工作的方式 那样子的话自然就不会受到一时的下个标题啊 耸动的缩图啊等等影响 而是会去想说What's the story 他这个后面的新闻性到底是在哪里 而且也更容易知道消息来源要在哪边查着 同样的这还是整个社群 事实查核社群当做你的后盾 不是说你自己要去确认全部的讯息来源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教育的城乡差距哦 要怎么样子改善这个新的思维哦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我们就是要把城跟城不同的地方 透过网路来把它连接在一起 也就是彼此的好像学伴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这个在台湾不管数位机会中心 大小学伴很多的高教生根计划等等 大概都是往这样子的思路去处理 也就是说不是说好像在偏向就没有平板 或者是没有网路没有宽屏 事实上宽屏可能比别人都快 因为同时用5G的人比较少 但是无论如何 它不是这个硬体层或者是平宽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够接取到 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共创的社群的问题 所以我想很多地方创生 就是去把在地的这些题目 在地的这些特色 做成在任何地方的人都会感兴趣的一些梗 然后呢 透过刚刚讲到群众智慧 去让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愿意去了解那个地方 也让那个地方的人有所谓的主体性 就是由他们来设定什么是重要的 而不是好像都是大都市或者跨国公司 在那边设定什么样是重要的 所以这个就回到社区营造 或者是社区大学 我们所谓社会部门的强项去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些地方的教育工作者的话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尽量把在地这种紧密的人际的关系 这些合作事业的传承等等 让年轻人觉得很有梗 很好玩 可以跟长辈一起轻盈共创 那这样子的话 晚辈帮帮长辈进行社会转型 但是长辈呢就帮晚辈补足了那个地方的人际的连接 跟主体性 我觉得这个是轻盈共创一个很好的创新的一个思维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想要创业要怎么样开始第一步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 第一步就是去找出你想要做的这个题目 实际解决了哪一些人的问题 那些痛点所在之处 要尽量去接近 尽量去靠近 有的时候你是解决自己切身的问题 那就要呼朋引伴 去找到跟你有类似的问题的朋友 那这样子的话 是以实际的需求解决作为出发点 而不是说 好像你自己的这个推脊 急忍去脑补你的客户的需求 一开始就不要把客户想成你的共同的创作者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 一开始的early adopter 就不是你推出产品或服务之后 才找到他们 而是可以透过像我们现在在做的slido啊 polis啊 线上的survey啊 这些方式 群众募资啊 等等的方式 去聚焦你要解决的范围 一次只要解决一点点 但是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 他并没有那么多时间 full time的来解决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 所以他就会很愿意说 他花一点点时间 但是他就愿意花比较多的钱 等于是让更多的时间 你的时间跟你的共同创业伙伴的时间 都能够投入解决他生活中 或者他工作上的某个问题的地方 所以需求反应式的创业 我觉得是第一步 那刚刚讲到第二步 就是去找到 还有怎么样子的社会已经环境的价值 找到这个价值之后 就可以去轴转 有主轴才能转嘛 所以当这个痛点解决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延伸这个思路 然后去解决更多的别的问题 但是还是满足相同的 公益的社会或者环境的价值 那这就叫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就是社会创业 希望我回到这个问题 有十位朋友问说 未来的商业模式 是不是会因为智慧物联网 Internet of Beings 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其实Internet of Beings 它影响的与其说是商业模式 不如说是商业的参与方式 在以前就像刚刚讲到的 大部分人是客户 是customer 消费者 但是呢 因为有手机 智慧型手机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所以很快的 我们就发现 很多的做法 不一定需要 那一开始的创新者 想到全部的 相反的 他可以想到一些基本的之后 由他的消费者 作为prosumer 就是运用这些智慧的 联网的装置 把刚刚想到的这些做法 然后进一步再发扬光大 他可能是自己写一个 扩充的应用程式 他可能是自己去做一个 额外的创新 一个我们叫外挂 那我举例 好比上说 像我们在推动 简讯实验制的时候 就是认为说 每一个人 大概都有智慧型手机 没有当然可以继续用纸本 那所以呢 我们的选择就是 是要大家下载 我们写的app呢 还是没有 不需要下载任何app 用你手机上面的扫码的app 就可以来运行 我们后来选了后者 但是呢 那并不是说 我们不想开发app 而是我们希望 有一个大家 每一个扫码的人 都可以自己再去挑选 再去开发新的app 的这样子一个 生态圈形成 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 你的手机 像内建的那个相机 尤其iOS升级之后 不太好用 那现在很多朋友呢 就开始使用 台湾社交距离 来当做扫码器 如果你觉得那个扫码器 你用起来不顺手 你会写程式 因为它是开放圆码的 所以你不会只是消费者嘛 你也可以直接去改 或者是说你可以施加压力 我知道很多LINE的使用者 都施加压力 让LINE公司把家朋友的 那个扫码器 也改成了支援简讯实联制 又或者像趋势科技 或者机管家等等 每一个都有推出自己的扫码系统 那当你碰到真实的痛点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回来 要求我去改这套系统 你可以自己改啊 好比像说在台北市 就有很多外国朋友 他用的是漫游的手机 或者他是归国的 我们的国人 他用漫游的门号 那他漫游的国外的电信商 当然认不得1922这个减码 他没办法扫 那怎么办呢 台北市就开发了台北通 所以呢你就可以用 网际网路的方式 去进行这个扫码跟追踪 就不需要走简讯的方式 但是呢这整个QR Code 还是完全互通完全共通的 那同样的就是这种分散式 开放式的创新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有手机 手机上都可以安装新的应用程式 新的应用程式的传播非常方便 等等的这些智慧联网的话 那大概是不太可能有这种 共创的情况 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生态圈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三天之内 就有两百多万个 不同的地方使用这套系统 然后很快的就有超过十种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扫码的 解决方案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巨大的影响 但那并不是单一的商业模式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共创出来的 一种事业的创新的方法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元宇宙Metaverse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刚刚大概已经有分享关于共享现实的部分 那另外我也还想要分享是说 其实我们在网际网路上面 透过现在很多二维的这种互动 我们其实已经蛮习惯说 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但视讯现在大概也有个两分情 实际上不用戴口罩 所以说不定也接近三分情 那但是呢 我们在Metaverse里面 就是透过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有机会去让大家亲近的那种感觉 共同在场的那个感觉 变得比实际面对面还要容易 或者是甚至比实际面对面 还要踏实 还要确实的这个感觉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每一个人在好比像说 如果今天是实体的一场演讲 那那个演讲厅的麦克风 收音设备等等的设计 你坐在不同的地方的朋友 就会有不同的声音的品质 那当然看清楚的程度也不一样 但是呢 因为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 我们不需要受到物理世界里面 人跟人之间不能重叠的这种影响 所以也很容易说 那我们一百个人 我们就分成二十个 Breakout group 那每一个大概四五个人 然后我就在那四五个人当中 等于都好像是小猪讨论的这种感觉 那你的举手发问呢 或者是你想要提什么问题啊 那就同样透过slido的方式 让我一次看到 然后可以一次跟大家互动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在实体世界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未来在往共享现实想的时候 不要只受到我们本来在物理空间里面 可以安排的所谓的scarcity 就是比较稀缺性质的 这个第一排摇滚区的门票卖比较贵 的那种经济模式的影响 更要去想的是 怎么样充分的客制化 让每一个人 不管他是偏好用看的 用听的 用文字 用互动 用各种不同的多元的学习的方法 都可以透过自动的转移 让整个世界是配合着他 而不是一定要他来配合这个世界 通用设计 我觉得在元宇宙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那真正这样子才能够达到 所谓数位包容 含容 共融 inclusion 的这样子一个愿景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您有说过宽屏是人权 但是呢 必效以及附近的网络的状况 差到不行 救命 今天好 好 那这个我有记下来 那不管是就是有线的网络 包含光线啊 cable 那或者是你用的某一个电信商 那如果真的就是每一个电信商 收讯都很不良的话 那个就是我们NCC的责任 那我们就会确保说 有能够增进你们的收讯范围的方法 所以如果学校这边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很欢迎就是之后 email跟我联络 我看看我能够做什么 之前也是在阳明山附近吧 有一个集中检疫所 那他们也是写个email来说 网络状况差到不行救命 那所以后来他回报的这位朋友 刚离开集中检疫 也就是14天之后 那我们就改善了那边的收讯 他还专门开车回来 透过speed test 去量那个速度 确保说我们真的是有说到做到 那当然我们很难保证说 每一个基地台啦 都每个电信都是满格 这大概不容易 但是如果每一个都不行的话 那他后面可能有一些 包含就是长指的选择啊 或者是能不能取得这个屋顶 或土地的使用权啊 等等的这个问题 那这些问题啊 我是都很愿意帮忙解决啊 谢谢这位朋友反映这个状况 那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啊 相较于其他东亚的国家 台湾当然已经是相对开放了 但是根深蒂固的想法 原来让有些人他身所跪门哦 请问要怎么样改变大家的想法 不再以异样的方式去看待其他人 或者是跟自己不同的群体哦 我想会用异样的方法就表示好奇吗 那好奇你要怎么样 这个好奇变成比较正向的 而比是比较负面的呢 我觉得就是要强调共同的经验 像之前在同婚的这个题目上面 我的受访一项都是说 双方都很注重结婚的价值啊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他们 可以有共同的价值的部分 又或者说经过两次公投之后 那我们最后是用一种 结婚不结因的方式 确保说2008年以后 登记婚的朋友 了解到个人的权益完全没有受损 但是对于在意家族联姻的 这部分的2007年以前 仪式婚的这些朋友 我们说没有啊 这个同性两人结婚 家族并不因此结姻 所以你不需要发明什么 儿序女席这种族谱啊 不用重新设计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就是肯认双方共同的价值 又尊重双方不同的地方 那这样子 我们一下子对于同婚的接受度 立刻就过板 事实上是一直在成长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因为在同婚 这个题目上面 有这样子的透过社会创新 来达到真正意义上 亲吟共创 就是不同的辈分 对于婚姻不同的想法 到最后都 虽然不太满意 但都可接受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你就可以多诉诸这些 一开始看起来很分歧 但是后来也达到了一致的 这样子共同的经验 多强调共同的克服的经验 这样子我觉得 不管一开始距离再远 到后来大概都可以理解 而且都可以发现说 这样子真的也不错 其实也没有这个 就是妨碍到别人 其实只是你满足他的好奇心 也让他知道说他在意的 其实你也在意嘛 不一样也一样等等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去争取 其他人的了解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当然也是假以时日 就会自动慢慢好的东西 所以也不一定要太苛求 觉得说你一定要在十天半月之内 就做到什么程度 也不是说你立刻就要出柜 我觉得都是到自己变得比较 comfortable 觉得说支持你的社群的这个力量 连接到你觉得很不错的程度的时候 那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以自己喜欢的这个时程来出柜 我并没有觉得说 好像你一定要在自己准备好以前 就出柜 这也不是我的意思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当然开发疫情用的APP 以及疫苗的网页系统 那国人当然有各种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我跟共同开发人员 是怎么样消化负面的评论 又是怎么样想到解决方法 当然我都会很客气的问说 不然你要怎样 或者你行你来之类 那当然这个口气是很重要 如果口气不好 感觉好像在呛吓 那但是我都是很好的口气问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的系统 确实不可能一设计出来 就照顾所有人的需求 好比像我刚刚讲到 简讯实验制对于漫游扫码就很困难 这一部分就台北市政府去满足了 或者是说我们在口罩地图 刚推出的时候 有很多药局 他发出号码牌 一下子就把当天的配额卖完了 可是他健保卡呢 刚收起来还没有过卡 那这个在地图上面显示 他还有口罩 他就很麻烦 所以我也是好好的去问药师 那药师想一想就说 好啊那我们想一个方法 让我们按一个键就消失在地图上 这个是健保所 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所以我的工作并不是 想出什么负面评论的解决方案 我就是去走到 这个负面的朋友的面前 或者是说在网路上 尽量试着让他多分享一些 然后呢以他自己在地的那个痛点 然后去引发他的创意 然后他就会说 好了那我觉得如果我是唐红的话 如果他是唐真伟的话 那他一定会先做某件某件事情 那我就说那很棒啊 你请你来啊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想法 我们就立刻在接下来 通常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始作 那就突破了这样子的问题 我举例 好比像说像我们的疫苗预约的这个系统 有很多人他明明不是当期有资格的 但是都跑去约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容易让系统排队塞车 我们的系统本来是设计每个人三分钟之内用完的话 那我们这个吞吐量是非常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如果出于任何原因 好比像说有太多人没有资格然后来试 或者是说他所在的县市的量能开的不足 他被迫要跨区的话 那个时候就会出现排队比较多人的情况 所以在前者的情况我们也是参考网友的意见 去先让大家能够查询自己的资格 不是在当天才发简讯 而是前一天发简讯 那这样子的话 哪些人有资格 哪些人没有资格 前一天就可以了解了 那这样就让我们的流量很快的就减到一半 那另外一半呢 就是我们去协调各个县市 无论如何还是开出足够的量能出来 我们宁可说一开始先估得比较保守 先开这部分的人 那如果还有剩余的量能的话 我们再多开几岁 多开几岁 那每一次呢都只是一部分的流量 这样子也就不会出现 刚刚讲到的就是一下子全部都塞在同一点 那当然不同的厂牌的疫苗 尤其是如果同一个人他第一季都还没有打 他甚至可以选择的时候 那这样的人数就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把不同厂牌的疫苗 放在可能有些上午 有些下午去分流 所以总之就是去确保说 大家在网路上这些负面的评论里面 有建设性的部分 不会因为他前面有很多人身攻击什么 我们就不去看他 相反的就是在这些痛点所在之处 那也就是创新所在之处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创业需要怎么样子的特质 我觉得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去倾听去聆听 去设身处地的去感受痛点的这样子的特质 你越能够准确的去感受那个痛点所在的脉络 你越能够想出真正能够系统性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是把那个痛点以零为货地转嫁到别的地方的创业的做法来 因为如果是零和的就是你帮助你的顾客省去了一些力气或者让他更安心 但是一转头就把外部性负面的外部性放到不是买你的服务或产品的人身上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永续的 你很快会受到抵制 那但是如果你的想法是每一个人他感受到痛点的时候 都有机会来参与你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的话 那很快大家就会想到一些非零和的多盈的这些解决方案 那这些解决方案就不需要你去推销了 大家用过的人都会旁边的人也觉得这个就不是像二手烟那样造成公共危害 而是对旁边的人也都有益处 等于你保护自己的同时 就像戴口罩嘛 先保护自己不要被自己没洗过的手碰到 但是你同时也保护别人到某个程度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自己很容易概念会很容易扩散 你就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行销的成本 你就可以一下子就跳到社会责任业务拓展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level上面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您对转弹法是怎么样看 没有标示几率的游戏抽卡是不是等同于赌博 赌博有标几率啊 你弄一个六面骰它就是六分之一的几率啊 用20面骰就是二十分之一的几率 好那游戏厂商的微交易系统 是不是有扭曲孩童价值观的可能性 我想就是是不是等同于赌博 也要看说你拿回的这个收益啊 这些所谓虚保是不是能够很容易的货币化 就是它的流动性能不能很容易兑换成法币 如果没有那么容易兑换的话 那它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面所说的赌博 但是无论是不是赌博 我想我们都可以事后透过一些audit 一些集合的方式来知道说 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啊 我举例好比像说像我们的国家级的加码券抽奖 那我们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设定它的几率 那这个几率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我们开的那个奖额 是透过抽身份证的尾码 但是呢我们又不希望它过度集中在同一个人 它一下子就抽到了七种券 这就太多了 而是说它可以尽可能的分散 所以每周只能抽中一种 但是后面重复的号码还会抽 因为说不定你只勾后面的 没有勾前面的等等 所以呢是有一套设计 那这套设计呢 就是在直播的这个情况下 让大家能够去进行分析 那就算有一些部会 它这个抽出来的奖额真的不多 但是至少不会有人说 这是作票啊不公平啊等等 因为这都是可以验证的 你可以随时回去倒带 去看直播 确保每一颗球都有放进去 可以很容易去看录影 也有在场 有公正人士见证等等 所以我们最后抽出来的这个状况 当然像我自己就没有抽到 所以我还是觉得 这叫什么白衣毛也立天下 对好 这是有所付出 那但是至少我不会觉得 好像是作票 好像是故意针对我 做这种不公平的安排 所以这样子的价值观 你说是不是扭曲呢 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充分了解几率的运用吧 那但是呢如果是完全黑箱的 完全没有办法audit 完全没有办法验算 那这样子 如果有人实际看骰出来的 那去比对这个几率的分布 然后说这个实际这样子的几率实在太少了 一定有作票 但是因为又没有办法验证 所以就变成两边各职一词的情况 那当然就会造成相当多人的不满 所以我也觉得说 如果是立法员有兴趣处理这个题目的话 倒不一定要把就是原始码公开 但是确实他使用这个乱述的乱述来源 像现在也有很多公正的乱述来源 说不定量子乱述来源等等 那这些乱述来源再配上 预先已经讲好的开讲规则 再配上事后第三方可以集合 好比像说有所谓的可验证的乱述函数 就是代公钥的杂凑的这些做法 这个在这个区块链上面也都链圈了 都已经应用了很多了 就是说能够骰骰子的还是只有庄家 但是所有人都可以验算 庄家骰的是一个公正的骰子 等等的这些做法 我觉得现在技术大概都蛮成熟了 现在只是说 我们还没有到一个大部分的游戏厂商 采用这个大家就会认明他选择他去购买 说这是有责厂商 他负起了责任 目前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但是不管是透过法律 或者是定型化契约范本 或者是一些自律的做法 我想只要开始有一些游戏的抽卡的厂商 开始运用这种事后可验证 可集合的方式来产生他的乱数表 那这样子大家在游戏玩家的 就是互相推破助篮 互捧影范之下 慢慢就会进入一个 你如果产品没有标示 那是不是你心虚呢 等等的这样子一种游戏环境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靠大家 消费者的力量不完全是靠法律 我们要先找出几家愿意这样子实作 然后慢慢的自律 他律法律一步一步来 但是我是蛮乐观的 因为我们在刚刚讲到的链圈呢 其实都已经有这种可验证 至少可以事后集合的乱数函数的实作方法 那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您怎么样子有办法 在短时间之内来回答大家这么多元的问题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 这些题目是大家所关心的题目 所以之前像转弹 我们也开过协作会议 也有5000人以上连数 那我也很完整的看了 当时的逐字的记录 虽然我自己没有去那场会议 但是包含事后立委 立委助理对这个的讨论 我都有收到各个面向的做法 所以因为每一个议题 都不只有一种解决方案 如果你专注在某一种解决方案 某一种领域某一种科系上面的话 那你就不太容易去 所谓选每一边站 但是因为我的习惯 就是如果有任何一方面 我竟然看不懂觉得匪夷所思 那一定是我的问题 绝对不是他的问题 我就进一步会去了解 他的痛点在哪里 才会提出这种想法 所以我在脑里本来就有 对于每一个题目 非常多的不同的立场 但是呢 我的回答都是来自于 我可能税购之后 整理出这些立场的共同价值 那所以透过共同价值来回答 我觉得再多元的问题 大概都是彼此互相加强 而不是变成要向彼此抵消 就是我的目的不是 真的要比战 要变倒任何人 相反我是想要想出一些空间 一些互动的方法 去确保大家的能量不是彼此抵消 而是想出一些像刚刚对游戏厂商 对游戏玩家都好的一些社会规范 出来了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有十一位朋友们问说 如何让银法族也就是老人家 都能够接受数位科技的眼镜 进而使用数位的科技 我想数位的好处 就是它是不止一位 好几位 好几十位几百位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数位科技 可以因地制宜 因人制宜的提供 客制化的服务方式 我举例 好比像说 像之前我们在帮故宫 做票务的案子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长辈大概都不会去用那个售票机 宁可为了拿纸本的票券 大排长龙 那当然是在疫情之前了 然后呢 我们当然就发现 故宫的这些工作人员 可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觉得长辈就是喜欢排队 或者就是排斥数位 但不是这样 不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 我们实际去走入痛点 真的跟长辈一起排队 跟他聊天 我们就发现说 他们不是不会用QR Code 很多拿起烂家朋友 比我们还熟 他们是觉得 他们拿那张纸本的 故宫的票券回家 他才是去过故宫 他需要夹在日记本里面 需要去跟他的孙子孙女分享 那他如果是用这个QR Code 他觉得很虚啊 最多就只有一个 看起来随时要褪色的感热纸 上面一个QR Code 那这个他觉得是 不但配不上故宫啊 而且根本没有去过故宫的感觉 那所以呢 并不是他们喜欢排队啊 他们真的很不喜欢排队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方法 你就不能把它当作 好像高铁票一样 他们坐高铁 不会需要夹在日记里面的 你要必须要把它当作是烫金的 完全是为他个人量身打造 他看什么展览的 那个凭据 那个票根 就是他透过QR Code 扫码进去之后 你就有更多的资讯了 他到服务台去兑换 这样子的一种凭证 那这个凭证不但个人化 就是每个人可能拿的不一样 他甚至可以去看说 他看了什么展览 最喜欢哪些国宝 然后在上面帮他印那些国宝的QR Code 他带回去之后 孙子孙女扫一扫 这个什么白菜啊 什么这个烧肉啊 就跑到他们的动物森友会了 跑到无人岛里面去了 所以呢 故宫就推出了很多的 online to offline的这些开放的素材 也是透过开放资料 CC授权的方式 让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去重置 那这个时候长辈就非常愿意啊 他为了要拿到这种回家去之后 还可以去无人岛上玩 这样子的精装版的凭证 那不再是这个丑丑的感热纸 那他是很愿意 好像让一家朋友 这样子就感应一下就进场了 所以你就是要找到 实际对他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不管是他人际的价值 情感的价值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是数位去配合他 而不是他来配合数位科技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设计 就是跟他们一起设计 参与时的设计 而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而设计 有13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对于近期的新闻 小玉换脸世界当中 该集团所使用的商业模式是 看好还是不看好 我觉得并不是很看好 是因为 这就像是Photoshop一样 就是在最早最早的时候 Photoshop还没有出现 还不普及的时候 根本个人电脑 很难去做这方面的运算 那当然如果你有P图的需求的话 那它是不是卖你工具 也不是卖给你实际的产物 有的时候甚至是 你是要订阅一个非常昂贵的 一个设备的所谓的分时计算 然后呢还只能跑 人家已经写好的程式等等 但是呢后来我们就发现 每个人自己加滤镜的需求 好比像说像我现在 正在透过一个AI的程式 去做这个去备 然后可以有种虚拟绿幕 等等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就不是 Teams内建的功能 这个我就是去网路上面 OBS去抓了这样子 一个移除背景的Plugin 那它也是用Model Zoo 里面的很多已经训练好的 人物智慧的模型 那我也可以去试着去抽换 去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的轮廓啦 那而且我如果不满意它的权重 我可以很容易自己train一遍等等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技术 已经完全是参与式的 而且是普及的 那当它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还想用比较垄断的方法 只是以这个收取修图费 那我觉得就不太容易了 因为这个工具已经普及了 现在只是很少人 实际每天每天把它拿在用 那我因为是需要每天视讯的关系嘛 虽然还没有到VTuber的程度 但是也已经很靠近那边了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对这些技术是比较熟悉 那我也了解到说 几乎是没有任何成本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还想要用稀缺性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只是在欺负 大部分人不知道 其实这个是免费的开放可以取得的 而且有很多合法的运用 好比像说我们在视讯的时候 如果一下子频宽比较低 那可以在你的机器上面 去直接用类似这种方式去脑补 在中间丢失的那些frame 那些就是帧数 那或者是说讲话 如果不清楚的话 只要有我的语音模型 那甚至中间稍微断讯的 0.0几秒钟 它都可以直接脑补出 中间的那个语言讯息 所以当然就好像Photoshop一样 它也可以去做一些非法的应用 但是合法的应用 或者是对大家有价值 有帮助的应用 我觉得也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觉得当然散播这件事情 是非法的 事实上内政部已经说 是性骚扰方式法 是适用的 那但是所有这些合法的运用方式 或者是这些实际存在的这些需求 我觉得会让这个技术普及 跟参与的程度越来越快 那因此就想要垄断 然后去做这方面的商业模式 就不是很开好 那有12位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的要素 具备怎么样的要素 才能够称为创新的想法 那我就是我们拆字一下 创新就是由创而新 那所谓的创就是痛点的意思 创伤的创 那所以就是首先 你要能够扣和呼应到 一个或以上的痛点 那接下来新 就是你要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 至少没有在这个痛点上用过的 应用的方式 它可能在别的领域 别的痛点上不是新的 但是你是第一个想到 可以放在这里来使用 那所以由创而新 有痛点有新的回应方式 我觉得就可以把它叫做创新的想法 有12位朋友们问说 请你对于长荣大学的大学生 对于这一代的年轻人 有没有什么劝勉 劝勉这个讲得好像就是 非常的正经 那但是我的提醒还是一样的 就是我的座右铭 就是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意思就是说不要有什么 他完美主义 自己要准备到99.9% 才愿意分享出来 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 大家除了帮你按赞拍手之外 其实很难真的交到什么朋友 相反的 你可能9.9%的时候 根本还没有想到 什么很好的方法的时候 只是一个点子 它的创新的程度 非常成问题的时候 就要主动抛出来 抛出来当然就会出现 非常多专业的五楼 来这个给你批评指教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你请你来 不然你要怎样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很容易结识到新的朋友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 不能有玻璃心的问题 那只要没有玻璃心的问题 愿意我们叫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尽早的发表 然后经常的发表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不但你的智慧 很容易融入群众智慧 而且你一个人想出来的创新 才真的会变成 所谓的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的社会创新 那有12位朋友们问说 在地创生相关计划的 政府法规的配套 是不是有跟上计划的创新 有些计划提出来很理想 但是遇到现有法规 政府部门就鲨鱼而归 那么青年想要进入社区工作 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的话 就很难进入 确实是这样 所以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为什么跟区公所一起提案 跟在地的里长 社区发展协会一起提案 那么重要 就是要确保说 你一开始的这个想法 可以融入既有的当地的 这个人脉的系统 因为你如果有融入的话 就算一下子没有办法创造出效益 所谓的鲨鱼而归 但至少地方的朋友对你的信任度 因此还是提高的 他发现这个晚辈很愿意一起来想 他们正在想的事情 而不是说好像你忽略掉他们的意见 然后呢就觉得中央政府第一次就要到位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一下子没有对其对准的话 变成你要吸收全部的风险 而不是跟在地的社区朋友一起 平均的分摊这个风险 所以确保这个提案 你一开始是在一个 facilitative role 就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 你自己的点子可能就是放 我们刚刚讲到的 离痛点最可行的 一两个进去 那其他的所谓的愿景等等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都觉得那个是后面 你已经站稳了脚步之后 再提出来再提出来 那我觉得比较容易赢得当地的朋友的信任 那只要当地的朋友信任你 我觉得不管轴转几次 你都可以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因为他们就会发现说 大家有点像是大家纳税 然后让我来做这个在网络上面 怎么样快速凝结信任的这种研究 因为大家发现说 不得任何党派 我反正没有党派嘛 我都很愿意为大家服务 而且不管是民主的深化 国际的连结 这都是对全国都有好处的事情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自然不会希望这个 看到我的研究中断等等 所以尽量透过这样的方式 不是在地方上面好像选某个势力 或完全你自成一个势力 而是在各个势力的 过程里面花一些时间 找到一些共同的加持 那这样的话 你有稳定的收入 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有十四位朋友们问说 你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成功的定义 就是在我们登出这个世界的时候 把世界的状态 变得比我们登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要来得好 那这个就算是成功了 那一生是这样子的成功 一天也是这样的成功 一天这个去睡觉的时候 可以讲得出某些比较小小的这些地方 有一些新的创意 不管是你传播了出去 或者是你实作了其中部分 然后让其他人知道 同样你可以说 而世界状况比我刚醒来的时候 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 那这个就是成功的定义 那在过程里面 当然如果你挑的这个题目好的话 大家都愿意出钱 让你来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那个钱并不是说 你有钱存在那边 存在那边 当然就是你存的那家银行投资的那些题目 才会变得比较有资源 是要去使用的 所以我一向是觉得说 找到一个题目 需要花多少钱 就去找多少钱 那找到这些钱 当然也是成功的一部分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题目 在你登出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没有你可以觉得 对那接下来的世界上的人 会觉得确实因为做了这个题目 所以世界有比你刚登录的时候 要来的好 有15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面对来自境外 日益增加的资讯战 在言论自由 还有防卫性的民族 也就是Defensive Democracy 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我觉得这两个不是任何零和的关系 没有什么好权衡的 就好像问我说 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对于人权的注重 对于隐私的保护 那跟我们要十年纸 赶快找到疫调 这个缩短疫调时间 从24小时 缩短到24分钟 这个要怎么做权衡 这不是做权衡 这两个必须要坚固 因为如果大家相信说 那我在店里面写下的这些联络资料 这个店员可能会看到 排我后面的人可能会看到 这是一种信任程度 如果我们推出来的这个 谨讯实验制 它省力安心的程度 没有让你花的秒数 比写纸本要来的少 如果你存放在的这个地方 你信任程度 还不如任何一家店的这个店员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要使用了 那这样自然也不可能起到 就是让这个疫调人员 省时间的这个作用嘛 所以我们才会确保说 它不是传到任何地方 它是直接放在我们的 你的电信商 你的电信商是哪一家 就是放在哪一家 放在那边的电信商 也不知道你去过哪里 因为这15码的这个数字 它对应到哪一个店家 是又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的 就叫Secure Multi-Party Design 就是安全的多方的这个认证 那所以除非是疫调人员 自己把五家电信商 加上台北通 然后再加上官帽那边15码 全部拼在一起 除非是这样 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方式 去侵害任何人的隐私 然后呢 我们也确保说一个仪标板 那立刻就可以在 sms.1922的这个网站上面 任何人卷到底下就可以看到说 原来这个25亿则删除的简讯 每天删除1400多万则的情况 我们原来才调阅了 这个1100万则 任何人都可以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 然后去看到说在最近28天 哪一个卫生局的哪一个编号的人员 真的有来使用你的sms的这个1922的记录 那只要有任何就是不安心的部分 比如说之前有个法官 张元森法官说 竟然有刑警收到了电信商的那一边的通讯监察 那他但是没有另外一边的这个15码网地点的代码 所以他就要一张搜索票 那当然法官没有给他 所以他就也拿不到 但是呢这个法官就立刻投书媒体 说根本通讯监察那边就不应该给刑警 那所以立刻我们也就在接下来 就有了一个函事 那我们从8月以来就告诉电信商说 没有因为这根本不是通讯 通讯是要保留6个月 但是仅10年制止保留28天 我们每一则都说仅供疫调使用 但是你不是传给任何防疫人员 那你像便利贴一样贴在自己的这个电信商里面 那如果没有人看立刻就删掉 绝大部分25亿则都是没有人看就删掉了 那这种情况根本不算是通讯 所以不提供给通讯监察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这样子我们又回复了一些关于大家的信息 所以我刚刚举的例子 是每个人的资料的自主权 隐私等等 那这个跟我们的公共卫生 是完全必须要兼顾 才能够可长可久 所以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在面临资讯操弄的时候 我们面对这种资讯操弄 应该是加更多的讯息 更多的脉络上去 就像刚刚讲到 透过媒体素养的方式 不是禁止大家去传说 像我们2019年年底 有一个说什么香港的暴徒 什么收20万去杀警察 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这当然不是真的 但那个路透社的照片是真的 这路透社本来的那个标题是说 有年轻人在香港的抗议队伍里面 那但是说这个什么13岁的小暴徒 什么杀警察买iPhone什么 那完全是资讯操弄 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下架 我们并没有不让大家去传 也就是我们没有侵害言论自由 但是我们在台湾视察和中心的 独立的调查下 找到说这个讯息 它是北京的中央政法伟长安建 也就是中共 它的一个这个喉舌吧 的一个抹黑嘛 那这个抹黑它是po在它的微博上 那在此之前也没有人这样讲 之后就开始有很多 就是变形就出现了 这些没有在香港传统 专门在条恩船 那这些脉络 我们就把它po在网路上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 去找到这个脉络 那只要有了这个脉络 我们任何时候只要有一个超连结 我只要讲一句说 这个是事实查核报告第204号 那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验证说 对这确实是中央政法委长安建传过来的 然后在里面有各种各样子的 加油添醋的部分 抹黑的部分等等 那我们就确保说 在整个生态圈里面 不管是真的假的 梅玉仪啊 防诈达人呢 都会把我刚刚所贴的这个 事实查核报告 及时的放在 转传这个人的面前 或你在Facebook上的话 你按转传的时候 底下也会跑出说 请看这边 这是中央政法委 独家赞助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就会起到 防卫性民主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的民主 可以更resilient 更有韧性 更有恢复力 但是并不是让任何人 没有办法po言论 就像刚刚讲到是 你如果时间很多 去看垃圾邮件资料夹 每一封你都还是看到啊 那但是至少就你看的时候 你的frame of mind 你脑里的那个框定 就不会被他带着走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就是垃圾诈骗邮件了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言论自由跟防卫性民主 是彼此加强的 而不是彼此要取舍的 这是我们防制假讯息危害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 有听到一些在地创生的提案 发现政府各个部会的沟通 有问题 地方的需要没有被重视 而部会的KPI 才是重点 那要怎么样解决 这样子的问题 确实就是中央 如果没有去地方观察的话 那你写得再清楚 如果他没有第一手的经验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那么需要 像这个青年的清据点 像我们各级的青年咨询委员 像我接下来 马上就要去基隆港吧 就是有在地做地方创生的 行政员的青年咨询委员 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大家的提案 在中央观在冷气房里面审视 而是我们要透过巡回的方式 实际去那个地方 感受那个地方 就算没有办法去到的 比较偏远的地方 通常也是我自己过去 然后透过像现在这样 视讯甚至360度视讯的方式 确保各个部会的朋友 都可以有一种 如临现场的这种感觉 那以前当然因为5G还不普及 所以大概都是透过宽屏光纤 那这样就只能在建筑物里面 或建筑物附近 那但是现在5G也普及了 很快pre 6G 什么低轨道卫星都要普及了 那就真的可以到更偏向的地方 只要你抬头看得见星空的地方 大概都可以用高的频宽 把大家带到当场 带到限定去听在地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觉得不是容不容易信任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进入这个 共同在场的这个情境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重要的 希望要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15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 是说请问对于支持大麻的合法化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在国外当然我们看到是大麻二分 就是CBD的这个药品 那如果要装案进口的话 其实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程序的 就是包含货品进口同意书申请书 身份证方面银本 货品的外盒访单 成绩检验书 那里面的THCS 4清大麻分泌需要低于10个PPM等等 那这边就包含这个Dravis Syndrome 小额顽固 行颠间喊病患者等等 那这些都是可以在医师的处方里面 去合法的使用 所以在这些合法化上面 我觉得目前并不是法律跟法规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医疗社群 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使用 是不是他们习惯的 或者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还是他们觉得以适应症来讲 有比这方面的CVD 这些更适合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 是我们目前已经有的 就是管制药品条例第六条 的正当医疗目的的这一款的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需要医学社群的协助 那我觉得这并不一定是 法律这个层级的问题 希望我回到这个问题 有黄同学是不是要补充 我想补充的是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是医疗合法化 那如果是娱乐合法化呢 是 我们看各国的例子 应该从来没有医疗是非法的 或者是医疗没有使用的情况 就直接跳到娱乐合法化的讨论 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 以我的理解没有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在做政策可行性规划的时候 当然是先从可行的那一步来讨论 了解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就再往下 有12位朋友问说 在高度依赖网络的现代 也有网络公审 网络肉搜等等的现象层出不穷 那姑且不论被公审 被肉搜的人到底对不对 那这样的状况当然也形成另外一种的霸凌 所以想请问政委 对于这样子的现象 有没有怎么样子的看法 我的想法当然是说 我们在网络上面去分享 关于其他人的个人的隐私等等的时候 当然要注意平衡的报道 但是呢 我们也了解在网络上面有时候是一头热的 尤其是像脸书这种 按个赞的传播力 只有按个怒的五分之一的这个场域 可以说是特别反社会的社交媒体 那在这边的话 当然很容易就一下子形成一种 沿上的这样子一种氛围 那所以呢 首先我想要讲的就是教育工作者 可能可以告诉小孩说 珍惜生命 远离脸书 没有了 不是说完全不使用 是唯一的解法 但是确实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烟品 跟小孩怎么讲 我觉得对于这一些 对于精神卫生 精神健康 会造成负面影响的这一些 比较反社会的社群媒体的 场域的使用方法 也应该要有相同的告知 那只有在这个充分的告知上 他们才能了解 当他们成年变成18岁的大人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了解说 对了 可能就好像抽香烟 也有提升的一些效果 但是它会造成旁边的人的危害 可能还大过自己的危害 那用脸书也是一样的 那当他是大人之后 他自己决定要使用 说真的他的选择 那但是如果在他18岁以前 我们没有适当的告知 或者是引导他说 其实有更多别的方式 可以在线上互动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在做教育的环境 做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 可以多去想说 有哪一些比较亲社会的 Prosocial的这些互动的场域 这些互动的norm 反社会的部分 它一定还是存在的 不可能不存在 但是至少很明确的 去厘清上面的这些规则 像刚刚讲到的这个换脸 它对于性骚扰防治法里面 它互相扣合的部分 这个就是内政部能够做的宣导的工作 当然他们也在做了 那当然其他的包含像 IWIN等等的这些资源跟资源 我觉得第一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 让那些正在被公审 被霸凌的朋友知道说 那这个其实是那个空间的问题 而不是他这个人的问题 而且有一些正向的方式 可以去面对 可以去处理 而且他不是自己一个人的 他有很多心理的资商的资源 不只是学校的辅导的资源 也包含线上远距的资商的资源等等 那这些大概都可以第一时间 帮他加起一个安全往来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 那如果对于这方面心理健康 资商远距等等感兴趣的话 那刚好我们的Let's Talk青年署 今年就是在全国青年朋友提议之下 专门讨论这个题目 所以也很欢迎之后 去继续报名这个专场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未来 在这个心理司成立之后 这个从心口思你知道 就是分裂出来之后 有一些很具体的事情 可以立刻来让大家觉得 这个安全往 目前可能有所疏漏等等的地方 可以变得更好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在学校跟同学跟老师相处 要怎么样建立好的人际关系 我的具体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跟对方对某件事情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试着练习所谓的积极聆听 积极聆听就是你都不打断他 让他讲了几分钟 你甚至可以按个马表 数到10分钟 10分钟如果很困难的话减半 但是总之就是你过程里面 你就是点头 这样子 然后就是不要去打断他 不要去下判断 最多听不清楚的时候 可以说那你刚刚讲这边 可以多说一些吗 最多就是到这样子 所以几乎在完全不讲话情况下 很认真的听 你也可以做笔记 但是做笔记的时候 尽量看着对方 那这个情况下 当他讲完了之后 那就换他看马表 然后你要把你刚听到的 用你自己的话重新讲一遍 那他一定觉得 他不是这个意思 你搞错了 但他不可以打断你 他刚刚讲了几分钟 就要让你讲几分钟 然后之后呢 那就再换他去澄清 他没有讲清楚的部分 很快你就会发现说 比起这个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比起大家各自这个言人人书 见人见智 其实绝大部分的价值 大家都是一样的 只是有不同的生命经验而已 所以我建议就是这种 积极聆听的方式 当你变成了一个习惯 在脑里不轻易打断对方 听清楚对方讲的话之后 重述一次之后 也不会让对方的情绪带着走 那这样子的话 人际关系自然非常容易建立 当然每天要睡饱八个小时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有11位朋友们问说 霸凌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坏事 我觉得当然要看这个霸凌 它的目的是什么 大部分的霸凌 它是出于复仇的目的 觉得说这个人做了一件 有公共损害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对他做成个人的损害 或者有些时候霸凌是贬低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害群之马 我们透过贬低他来显示 我们绝对不会做跟他类似的事情 如果他是以复仇或者是以贬低作为动机的话 那就绝对是一件坏事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你怎么样子伤害 那个伤害了社群的人 你怎么样子相对的贬低了他 绝对的对于社群每一个人 自己的实际状况并没有提升 自己每个人绝对的社会状况也没有提升 只有在跟那个人相比的相对状况上面 才有提升而已 但是如果每个人是用扣分的方法 去做相对的status 就是社会地位的竞争的话 那我们就叫raise to the bottom 就是一下子就会进入最野蛮 最不舒服的那个状况 刚刚讲到的所有的这些 共好双赢等等的创新 在这种情境之下都不会发生 全部都是一些零和的 或者甚至复合的 就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的这些状况 都会出现 那但是我并不是说同仇敌忆或者愤怒 是一件坏事 如果不是用来就是造成损害复仇 如果不是用来贬低 而是用来让大家想 未来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怎么样阻止避免它再次发生 去做结构性的改变的话 这就是一件好事 那这个呢只要想到一个概念就好 叫做对事不对人 就是说你的这样子一个愤怒的情绪 大家同仇敌忆的情绪 应该是放在这个结构 为什么会让这样子不公义的事情 能够发生让这样子损集社群利益的人有机可乘 然后呢大家一起去设计新的制度 新的机转新的保护方式 去让下一个想要去abuse 去想要让这个系统变得更糟的这个朋友 他没有办法乘虚而入 那只有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才不是霸凌好像解决了这个人 但是下一个人又来 又继续造成社群的麻烦 那你还是没有解决 能量都花在复仇跟贬低上 你如果能量是花在说 那让下一个人就不能够再做坏事了 那这样的话 大家的时间岂不是又省掉了一些 你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创作性质的事情吗 所以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有同仇敌开的这个能量的时候 记得对事不对人 去想未来怎么样不要让这种事情还能够发生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一件好事 所谓化悲愤为力量 就是这个意思 那有21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 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教育 有怎么样子的看法 我觉得在最近两年 东南亚的国家 大概都惨遭数位转型 那当然里面有很多就是不公平的部分 有很多宽平不是人权的地方 他们的受教权严重的受到影响等等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刺激了很多重视教育的国家 他们现在呢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更多的应用在地的网络 更多的去使用开放的教材教法 更多的去使用网络取代马路的方式 来进行共创 甚至他们的新创 也就是大概都是 透过跨市区的整合结合的方式 有一个共用的数位的工作空间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就让他们的人才的对流 变得更容易 不会说只是外流而已 是他外流之后 还是二地区的这个方式 透过网络继续去关注他们家乡的教育工作 教育事业等等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疫情造成的 危机造成的转机了 那当然在台湾我们是很幸运 我们只有在暑假前的一小段时间被迫出回转型 但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也帮助我们 就像现在大家用Google Me都很熟练了 再也没有说什么 就是不小心麦克风了关他等等的问题 那收音也都很好 然后直播也都很顺利 那像这些一部分是因为 就是东南亚国家 其他国家去年在那边尝试错误 我这个壮的头破血量 已经把这些基本的软体都已经试得差不多了 我们今年才来使用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 本来我们的宽屏的建设就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知福惜福什么的 那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 比较成熟的网络环境跟经验 继续去开发 我们刚刚讲这些开放式创新教材教法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国家 在想到台湾的时候 会觉得说他们在这方面一定经验更丰富 一定有更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那这个对于我们新南向 对我们的国际关系 不管是远去的学习医疗等等这些题目 我觉得都是相当正面的 是people to people relationship 就是社会部门之间彼此帮忙彼此扶持 那有15位朋友问说 这个想请问您对VTuber的看法 我对VTuber并没有非常熟 之前初音的时候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 就是用语音合成或者去取调合成 但是最近一阵子倒是一直被cue 这个说我跟一个叫做Holo Life里面 Ina的这个YouTuber 这个有点像 那所以就是常常就会被cue我的名字 然后有一个什么哇什么之类的 我也不确定他的意思如何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多看了一些VTuber的影片 我是觉得很不错 就是在网络上面本来就是现在没有所谓的次文化了 很容易就所谓出圈 就是在一个圈子里面的一些梗 一些迷因 那很容易因为参与的人也是各行各业都有 很容易这个迷因就扩散 就流传到不知道什么别的地方去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这也表示说开放式创新 有各国的朋友都可以一起加入 现在已经比较不受失去或者语言的限制 那就像刚刚讲到的 合成VTuber所需要的这些技术 那我们在就是高品质的 share reality共享实境上面 或者我们刚刚讲到的 把自己建模 然后带到一个实地的场刊等等的方面 需要的技术跟VTuber技术也都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至少就是他提供一个经济的模型诱因 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去研究这些 avatar的这些技术 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我是很正面的欣赏的去看待 有14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对您的经验当中 自学的教材 有没有什么该改善的地方 怎么样的教材 对自学者能够真正的 有效的去教学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要找到痛点 去面对这个痛点 然后按照那个痛点的方式 来诠释知识 而不是把知识限制在特定的学门里面 我常常说可能不同的学门就是不同的星座 但是这些星座呢 其实我们知道星星是真的 而星座是虚构的 星座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随便画一条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当我想要做某个特定的事情 好比像说刚才讲的 想要知道在网络空间 大家怎么快速彼此信任 或者是说刚刚提到的 怎么样子减缓 气候紧急状态 达到精灵碳牌 或者是刚有朋友问的 怎么样确保 县市政府疫苗注射的量能 指挥中心拿得到的疫苗量 跟大家的不同品牌 相差很多的意愿 能够及时的透过一个 preference market 就是一个社会意愿的一个市场 机制把它有效率的撮合在一起 让每个人都是摊牌打 而不是说好像各怀鬼胎 这样子的情况 那所有这些都需要不同的学们 但是我是以这个痛点 作为那个方向 然后它旁边的行星 不管本来是属于经济学 或者心理学 或者社会学 或随便什么学 不是重点 而是这些insight 这些想法 当它可以在这个情况下 被组织起来的时候 它就形成一个社会创新 所以像我自己的自学 我就是在挑我最近在做的这些题目 而这些题目呢 它里面只要有就是不同学们的朋友 也在关心这些题目 那我就会看 专门为了这些题目而设计的一些东西 我举例 好比像说我们在刚刚讲到 preference market public policy 就是我们的公共政策里面 要怎么样运用行为经济学呢 那我找到的就是core econ 那core econ呢 它绝对不是这个完全训练经济学家的 事实上它里面的ESPP这个模组 完全就是为了你不是经济学的本科系 未来大概也不会当经济学家的朋友 它是按照我们要解决的那一个社会问题 而设计 然后呢 刚好就是经济学里面有一些概念可以用 它引用这些概念 但是呢 它的这些概念呢 就不是以经济学的那个 好比像说要冲GDP啊等等的角色 而是以我们希望分配可以更加公平啊 可以更加有这个不是零和的游戏啊 里面有很多博弈论 或者甚至反向博弈论 就所谓机制设计等等的应用啊 它就是介绍经济学的这个侧面 就好像这个星座里面 我们就只取靠近我们的这个题目的 这两三颗星星而已 那所以透过这样子方式编辑的教材 加上它又是开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帮忙改措字啊 或者提出新的版本啊 像这个Core 它也有一个专门给东亚的版本 把里面的举例通通都换成东亚的例子啊等等 那这些就是这个自学是在开放式创新社群里面 按照CC授权的逻辑所编撰的教材 我觉得是特别对于我们这些自学者来讲啊 是非常有效率的哦 有11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您对于政府的打房政策 有什么看法有没有用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让房价能够降得下来哦 年轻人都买不起房哦 事实上年轻人买得起房 只是你要在就业跟通勤时间 先跟房价中间去做一个有点零和的这种选择而已 但是呢在这里面刚刚讲到的共享现实 网路取代马路 如果你每个礼拜只需要去办公室两天 我就是这样子 我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到行政院 那其他就可以在任何地方 我五年来都是这样 这个时候我住哪里突然变成选项非常多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因为疫情而来的 远距学习 远距工作 远距医疗跟照护 我们持续在上面投资的话 很快就会到一个点上 就是每一个人要住的地方 他首先看的是他邻居的生活品质 而不是他离他的办公室多远 因为你的办公室说不定是在VR里面 说不定这个共享现实 根本就是在一个全球性的社群里面 我自己就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房价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竞争的市场 而且当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国外的这种远距的工作的时候 而且甚至有很多外国朋友拿就业金卡 来我们这边来征人去做他在虚拟世界里的工作的时候 那我们在地的这些雇主也不得不输为转型 不然留不住人才 以前只有能够出国的人才会外流 现在是每个人只要有个人电脑就会外流了 那这个时候他要吸引人才对流 不得不继续去给你更好的就是弹性工作条件 那当你弹性工作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是另外一个视窗 你就可以开始斜杠开始兼职 那这个时候你的人脉就开始比较广了 你跟你的雇主就更像是伙伴关系 你的谈判地位也就提高了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再争取更好的这种工作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才是真正有效的 去让城市跟所谓的偏乡的房价比较趋于一致 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 只要确保他宽平网路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网路可以取代马路 那这样年轻人买不起的房子的问题 就引刃而解 因为事实上台湾的地方是很多的 现在只是过度集中而已 那我一直觉得这个才是 比较福利抽薪的解决房价的方法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12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您对于NTF的平台有什么看法 我想NTF这个平台应该是NFT的意思 就是non-fungible token 那NFT对我的想法 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是球员卡吧 就是你的限量的发行 那大家是一个纪念的价值 那纪念的价值 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转卖了 但是因为像我这个玩魔法风云会的时候 通通都是需要比赛之前再借那个卡片来 然后借完或者租完之后 比赛完立刻就还回去 所以我自己是没有炒作这种极换式卡片的这种经验 但是我当然了解极换式纸牌 它里面的就是收集以及囤积聚齐的这个方式 那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让全世界不是只有有很好的印刷厂的这些公司 任何人都可以好像印刷机普遍化吧 的这个方式去很容易的做成限量烫金等等的这样子一种 球员急换式卡片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把它看成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玩魔法风云会的时候 其实对这方面的经济模型也是有接触 但是只是我自己没有花在这个时间没有花在这个上面而已 有11位朋友们问说目前的简讯实验制 当然是因为各大电信公司配合 对他们跟NCC签了约 那到明年的年终以前 大概都会用就是极为非常非常低的价格 有点像健保总额制 每一则的简讯它的传输费用完全是零 完全吸收 那它的储存跟一些行政必要的成本 超过某个就是固定的使用量之后 也是小数点后非常多个零 这可以说是就是差不多就是硬碟的成本而已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继续 所以这当然已经不是只是所谓企业社会责任 这个就是它作为防疫的公共建设 等于五大电信都是国家队这样的方式 来共享盛举 那当然这位朋友想知道说 那假如只要有某间电信公司 它明年年终之后可能七月 它就不续约了 无法继续配合下去 那么简讯实验制会不会就因此而停坐 导致疫调的困难呢 当然也要看当时疫情的情况 如果当时已经完全没有疫情了 当时如果疫苗大家都达到第三届了 那所有的人的这个下呼吸道就是肺部都被保护住了 只剩伤呼吸道就是像流感一样的情况 那没有自死率可言 假设已经到那个情况 那如果各大电信想要退出的话 NCC的相对谈判地位 我想就不会像今年五月那么好 但是如果在当时又冒出新的希腊字母 或甚至病毒嘛 这个SARS 3.0突然之间出现了 我们又回到必须要做精确的疫调的程度的话 那当然我想NCC的谈判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有任何电信要退出的话 说不定会被抵制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完全是看我们一般的使用者消费者 是站在哪一边 如果大家都觉得疫情差不多和缓了 甚至口罩都不太需要戴了 如果在明年六月是那个情况的话 我想NCC也不会硬要电信公司继续去赔本 或者刚好等于成本这样子来吸收 那但是如果在当时有强大的这种社会需求的话 我觉得NCC也不用特别施加压力 因为这些电信公司如果敢退出 他们的客户自己会去施加压力 那有17位朋友们问说 郑伟平时的饮食是什么 对于断食法的看法是什么 我每天大概一定要吃三样东西 就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还有脂质 那我也是参考就是国健署 他的饮食指南 对于这三种不同的营养素的帕数 我在意他的这个就是percent 就是他的相对的帕数 比他是装在什么壳子 就是是什么样子的食物里面 要来的在意 那而且我现在也会 后面像说想煮好食 之前我会往那家新创 去采购他们已经写好切好的 这些在地的生鲜的食材 去确保说偶尔我如果吃比方鸡蛋的话 那他是自然放牧的 是比较没有人道的这方面的问题 他的碳里程是比较低的 那他是在地的新鲜的等等 那同样的也就是不希望 为了我就是要吃跟大家一样 你今天午餐也一定是吃蛋白质 支持跟摊血化合物 跟大家吃一样的东西 而造成这个自然或者社会 不必要的负担 那对于断食法的看法 我觉得这就是看每一个人 自己的生活 做习跟习惯 我自己的话是早餐 如果尽量晚吃 当做早午餐 或跟午餐一起吃 那我在早上的话 我比较容易有灵感 比较容易有创意的发想等等 那一旦吃了东西 感觉上就好像 比较进入一个要实作的 这个状况里面 可是那是我自己 说不定你是刚好相反的 所以我觉得是每个人体质不同 就很难去说 放出四孩儿接准 都要什么方法 我想营养均衡 才是最重要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 有19W朋友们问说 请问如果您现在创业 刚起步的时候 这接到比资本额 大20倍以上 或者是公部门的案子的时候 是不是会接下来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 我有没有让我的客户 很明白的知道 我创业想要达到的 那个共同的目标 永续发展目标 是什么 如果我的KPI 永续发展目标 跟他们的KPI 是相同的 如果我公开这样讲 他也公开这样讲 那他就是我的生态系的伙伴 我不会只把他看成客户而已 但是如果我的目标跟他是不同 甚至背道而驰 那我为了这20倍的钱 非得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既然是这样子 一定有更适合的人去做吧 我就不一定需要这个案子 所以我想价值的辨认 价值的公开给出交代 以及确保 你的所有的合作伙伴 跟你的客户 都认定相同的价值 所谓Purpose Oriented Startup 是以一个共同价值的使命感 来做创业 我觉得是我现在如果创业 事实上我之前创业 我们当政委之后 也同时在国际啦 非盈利组织 担任理事 也是吴己职 当然院长同意的 那大概都是 为什么挑这些 国际的社会创新组织 就是因为 他对于民主的深化 对我们国际的连结 是共同的这些价值 那所以就是只跟 共同价值的伙伴 来就是进行这方面 的商业事业上面的合作 我觉得这样子创业者 就可以走得比较久 好 那我们就是不是 回答到这边 谢谢大家很棒的问题